裂缝见断浪越来越卑鄙无耻 连毫不相干的人都傻 彻底对断浪失去了情意 还把裂缝和布金云引到了先爱剑村的地方 断浪的这番年环季 如果是之前的布金云肯定会走火入猛 但现在丝毫重要不了布金云的心境 布金云及时赶到 就下跳崖的楚楚 然后秦化小王子又复生了 经过两人的开导 不,是经过布金云的情话开导 楚楚财方系亲身的念头 这边,剑村准备自杀谢罪 被吴明阻止 还替剑村挨了布金云一点 只是我很好奇 这剑在身体外是怎么让吴明受伤的 最后一番激烈辩论 热口锅又到了熊霸身上 反正狮子多了不痒 吴明为了给剑村赎罪 亲自指点裂缝和布金云两日 终云合并,磨合无量 烈风变成龙卷风 这是无相之力 布金云变成龙卷云 这是无量之力 吴明随意一点 就让两人运用出超凡的力量 可见,吴明此时的境界 应该已经是天下无二了 这边,如若吴意间听到了 段浪和他爹穷霸的计谋 就急急忙忙的跑到明义室找烈风了 嘿,这姑娘一见到烈风 就只顾着弹琴说爱 还差点忘了证实 烈风却希望优若回去 因为他跟熊霸必有一战 优若在中间肯定会很为难 一边是亲情 一边是爱情 谁都知道很难抉择 而优若依旧坚持陪在烈风身边 烈风和布军云两人到合击技能 模糊无量终于练成 最后变上全消费语 熊霸最后一战 双方早已积怨已久 也都没有多废话 见面就打了起来 一番对拼后 熊霸还以为自己胜券带握 狂笑不已 却根本不知道对面还有个超级决打 模糊无量 烈风和布军云也不甘事实 仍然不要多逼逼 打过后拆下定位 然后使出了风云和病 魔和无量 熊霸果然不是对手 受了众方躲了起来 没想天子杀手来了 他们也是想着鱼蚌象征鱼翁得利 然后 吃个人连一招都挡不住 太我白高兴了 熊霸看着自己狼狈的样子 不尽感慨万千 自己终究是无法人定胜天 然后 熊霸就逃到了中华阁疗伤 中华阁来无名的地盘 我想熊霸绝对是有意为主 有了无名的承诺 面对天池杀手的追战 熊霸果然散去了毕生功力 可见熊帮主做出异常果断 当然 天池杀手能称之为杀手 在他们看来 只有死人才是没有威胁的 真语俗教熊霸 无眠则言 这个人我保了 在无名一同炫酷的操作下 天池杀手才退去 战浪则顺利坐上了天下会帮主之位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战浪什么时候和天池搭上关系呢 其实找到无光层之后 战浪就和天池十二煞开始密门 之后就用幽若当幽尔 射下陷阱来回猎风和不敬云 现在才发现 战浪一直比着 能弄老决不动手的原则 这么多剑都没中 难道猎风和不敬云两战的地方 就是攻击盲区 如明答应了熊霸救无误 刚好也顺带地救下了 陷阱中的猎风和不敬云 这时候才发觉 战浪这小子才是最大的boss了 感觉熊霸那些计谋 和战浪面前黯然词色 跟那神兵同框登场 陆金云和战浪早已仇身四海 战浪不甘之前的失败 陆金云则愤怒战浪陷害楚楚 猎风不插手的话 此时两人实力相差不大 对训中 角色好剑锋芒逼人 火灵剑承凑不住 则成几段 随后 战浪被角色好剑定在了门柱上 逆风和布金云找上了无名 此时布金云早已被仇恨所屈 而听无名的劝告 最后布金云还是找到了熊霸的隐居之地 面对杀神办事的布金云 熊霸面无血色 熊霸并没有太过的惊慌思错 强行让自己淡定下来 颇有刺史如归的风度 优弱却替熊霸挡下了布金云一夜 本来熊霸想的意思 一了百了 但被无名救下 最后惨败收场 熊霸被风云击败后 九神趁机带领无神绝功 霸占了天下会 九神四季中原皇位已久 这天下会就是进军中原的第一步 天同龄武林 再趁机串落皇位 而觉悟神身边的美人 这是裂风的母亲颜颜 颜颜当初被破军所救 而破军为了觉悟神的一招杀破了 这把颜颜交换给了觉悟神 颜颜妥妥的工具人无疑了 觉悟神的两个儿子 长大决心为人心狠手辣 阴贤歹毒 但儿子绝天心思单纯 反正也是一个打将游的 然而觉悟神偏偏就对绝天千赖有加 没想到皇宫里的公公 都有无神绝功的卧底 看来 这觉悟神的计划应该图谋于久 无常皇帝被潜入的决心秘密囚禁了起来 所以之后的皇帝都是决心假扮的 这时 绝天就不干了 这儿都让哥哥决心做了 他可不想躺平 然后觉悟神就交给了兄弟俩一个任务 让他们把中原武林上的高手 统统抓起来 这口气 真当大中原没高手了 这边 布景云终于和楚楚拜堂了 这婚礼可谓是另辟蹊径啊 没有宾客 没有长辈 只有天地 仙主 和一个师姨 聂丰 那三人都异常高兴 不料 绝天这时闯了进来 聂丰和布景云两人都有归影之意 当然不想消灭云 无神绝功 布景云和楚楚先走 聂丰则留下断后 不料被绝天用皮铁弹投袭 最后被一黑一人丢下 而布景云因为楚楚只好投鼠忌器 被决心抓进了皇宫大楼 大楼内 秦华王子 布景云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依旧是秦华年篇 这边聂丰则被梦救下了 还误认对方为明月 然后你们懂得 秦华小王子又上线了 这把扇子 这信的内容 我们相处的回忆 有关梦的一切 我都当成宝贝 永恒不灭的宝贝 这两兄弟 秦华可谓是信守年来 不得不佩服 还顺带地解决了第二梦 自卑的问题 霍军则再次找伤了无力 霍军是剑中掌门建慧之主 也是吴明的师兄 身性残暴 当年败有吴明 至今耿耿以外 两人一番天人依恋交流 剑吴明不接受挑战 霍军拿其他人威胁 吴明这才不得不答应 当年为了追求更强的剑刀 吴明并想决万剑归宗 但剑中规定 只有最强之人才能洗的 于是和霍军一战 对决中 吴明处处手下扭气 而建慧又不想把万剑归宗 传给吴明 随后就用天兵爵把冰窖 连同其他探客一起冰空了 只有吴明和破军逃了出去 就休息了一招杀破拿 破军拿会是吴明的对手 后又因剑城被决天和决心威胁 吴明只好拿万剑归宗 另一半钥匙交换 有了钥匙 万剑归宗自然是狼中之物 不过这剑谱难道 藏在另一个空间 出场方式也太奇特了 拿着剑谱的绝无神一听 连自己的杀破狼都不是吴明的对手 当即向吴明下了战术 想要一同吴明 只有败了吴明神话 其他一切都好说 这边 叶峰从第三诸皇那里听说了 不仅仍被关在皇宫大佬 就火树前来解救 没想到被绝无神拦下 诸皇拿假扮的皇帝要洗 绝无神直接一拳了结了假皇帝 这位比熊霸更狠 年轻儿子都杀 决心暗道 还好留了一手 要不然自己就挂了 同时 对绝无神的绝情 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烈峰等人趁机溜走 众人来到了断群居 见到了第二梦 烈峰的套路又来了 明明心里牵挂着明月 又失恋着梦和第二梦 还对优弱有意思 烈峰不是渣男 我绝对不信 不管了 跳过 烈峰接到了梦 要和他面积的消息号 赶到约会地点 却把独公梦误认为梦 独公梦为了报仇 就将计就计 烈峰毫不犹豫的 跟走独公梦离开了 我深深地陷入了城市 正当独公梦要下毒时 决心前来搞破坏 果真是兄弟 还好第二梦及时赶来 又救了烈峰 看着烈峰跟独公梦 眉蓝眼去的 第二梦心里万马奔腾 这边无名接受了 绝无神的挑战 没想到十年之后 依旧不是无名的对手 变成由于胃下了手身印 不得已给无名的饮食 下了绝无神功的血绝 导致无名中毒 无法释放泪泪 两人双双背情 这边 没想到烈峰也学会了 不经营的手艺 送雕刻给独公梦 这真的是大都不行了 知晓了独公梦 为何要杀烈峰 第二梦只好把独公梦 带到了殿中冰调 独公梦这才知晓了 当初烈峰杀的并非是他的父亲 这时烈峰也知晓了第二梦 就是自己魂签梦五的梦之后 烈峰 又来了又来了 两人最终确定了关系 这次烈峰杀的并非是他的带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